字幕志愿者 世界文化隐产的古独 2018年4月16日 武林峰带着产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的初心 首次登陆这座难安之途 初春的中欧还有一些含义 但是捷克人的格斗健身氛围却特别好 一到这里就在公园 遇到了捷克的格斗爱好者 武林峰在世界上也特别有名 我也希望你们俱乐部 能参加我们武林峰的赛事 以后希望我们能多交流 多学习 多进步 国籍 无国界 通过交流切磋 身在异乡的中国勇士 马上消除了对这座城市的陌生感 我爱中国 我爱威林峰 中欧两国文化交流由来已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捷克动画 燕鼠的故事 一头钻到无数的中国家庭 给很多孩子带来了欢笑和温暖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 燕鼠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场终结搏击对抗赛 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本次出征捷克 武林峰联手捷克最强体育赛事 XFN将为拳迷呈现神场精彩比赛 捷克方面派出的御敌勇士 多为WAKO选手 阵容极为强悍 中国勇士们面临的巨大挑战 李明蕊的对手桑德拉马萨科娃 在WAKO排名第二 而三大名将朱飞 签约武林峰后的首秀 也是本次比赛的看点之一 时隔三年我又回到了武林峰 重回这个搏击的擂台 重回战场 会紧张会害怕 但是这些就是我想要的 关于布拉格 歌手蔡依林的那首布拉格广场 可能是中国勇士们对这座城市 最有关的 布拉格广场 勇士们在许愿池头下的希望 又能否如愿 让我们一起期待 这里是布拉格广场 我们是征战世界的中国勇士 各位愿者们 让我介绍一下 各位愿者们 Mr.Kuan Feng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 WL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阿美丽 WLF武林峰 这里武林峰首次走进位于欧洲腹地的 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当然这里也是我非常非常向往的地方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看的一部动画片 岩鼠的故事就诞生在这里 这里的文化灿弱星辰 卡夫卡昆德拉这些文学巨匠 影响了整个世界 这里还是全球首个整座城市 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地方 通过我们今天的这场终结搏击对抗赛 能够进一步加深两国人民的友谊 那接下来呢 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正式打响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24岁 身高1米75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当前的战绩的14胜6负 两次KO对手 在最近的比赛当中 可以说是逐渐地打出了自己的气势 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刘勇 这场终结构的战终结构 Rene Blažejovským a Dušanem Macákem Přichází reprezentant Macák-Džimu JAKUB KROPTA 好棒 好 各位朋友们 这里是武林峰环球前往征拔赛 我们现在是在捷克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 为您带来今天男子67公斤级的比赛 穿着蓝色短裤 带着蓝色拳套的是我们非常熟悉 来自郑州顺远的刘勇 而他的对手是来自于马坎斯阵的雅克布特舒坦 我们也看到了刘勇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 在身体维度上又有一定的提升 刘勇今年的是1米75的身高 1米76的臂展 14胜 6负 2次KOR他的对手雅克布科夫塔 6胜 2负这样的一个战绩 1米70的身高 两位选手在一上来以后还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正当 刘勇一直以来单击的能力是很强的 但一直以来重击和连击的能力一直是他需要提高的部位 而雅克布科夫塔本次比赛也是在东道指示国 本人来自捷克的俱乐部 后手拳 扫踢 一个高扫低扫 那么雅克布科夫塔 我们后面说到科夫塔 刚才是我们本次环战王政霸赛的总教练 中国队的总教练王伟先生 这个正反架以后啊 后腿的这个扫踢能力是很强的啊 后手拳明显雅克布科夫塔 也就是反架的这位选手更适应刘勇的正架 而刘勇似乎在技能和步子的这个转换上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 因为据我们所知的这个顺远的确大部分的选手是这个正架 刘勇之前的比赛中的这个前手同胞拳是比较转的 后手拳 比扫 两个人换圈以后 刘勇的后手拳连续的跳席漂亮 这个有带摔了 刘勇的一股连击打得非常好 对方的后腿就踢到当部了这个正反架的时候 因为两个人的身面是互相展向对方的 这是一个后手拳 是挂到了 的确是挂到了 从视觉上来讲应该不是特别严重 刘勇应该会能恢复的过来 果然 比赛继续 相对来说我觉得亚克布科夫塔的后腿更适应 而刘勇其实由于没有办法出前手平勾拳的这个存在呢 自己有点不适应这个比赛的节奏 在我们说话中呢 亚克布科夫塔已经把这个身位又转过去就转回来了 看来这个选手在双架的这个运用上还是有自己的一定特色 高扫 这个如果一旦出现高扫呢 就是亚克布科夫塔 要不然这个后手拳打到了 正德又打到了 刘勇后手拳塞进去 后手拳打斧 其实刚才那个后手拳打斧 已经把对方顶下了绳脚边上 刘勇并没有继续往前进 请扫 后腿的扫砍 刘勇第一回合 就是自己表现的还不错 我们来看一下比赛的慢放 这种低扫 对方的一个高扫 两个人换了以后 刘勇刚才这个右手的后手拳塞到 在这个角落里一个后手拳连击 这个跳膝 这个是带摔了 带摔是在我们的规则里 是不被允许的 哇 这个高扫提非常可怕 好 我们进入第二回合 大家好 我是评论员王严博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我们在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 为您带来的环球拳王争霸赛67公斤级的比赛 刘勇再一次被扫到了当部 我们看场下王伟老师的表情也是有一些胶着 裁判对雅克布科夫塔进行的警告 这个正反架的时候的确是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在双方都是正架我们看双方都是正架的时候都有前腿在进行遮挡 而进入正反架以后两个人的后腿既然击扫的话 这个面是开放的 后直拳接前扫这个组合很少见转身的后刀 刘勇想还一个没打到对方一个扫踢 雅克布科夫塔的切住了内线 刘勇要小心了 跳鞋没打到 刘勇一定要小心 雅克布科夫塔现在慢慢的把自己的这个拳路往刘勇的拳的内线起 刘勇的转身后刀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勇在攻防 这个后手拳雅克布科夫塔到了 小鸡是划了脚 攻防的这个转换速度上变快 不过连击依然是需要更多的提升 我感觉刘勇在这个维度上是有所增加 虽然体重并没有长 水滩 后手 雅克布科夫塔 连续的两拳 哇这个动作很漂亮 刘勇是飞起来雅克布科夫塔把自己的身侧 左侧摇臂然后做一个右腿的扫砍 好 飞 刘勇堵在脚落里 刘勇小心转身后蹬提供了扫踢 左右白拳刘勇赶紧做脚步移动 这个时候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又被压回来了 后手拳打斧 我们不得不说 在这场比赛中 雅科布托克塔的这个攻击能力 和对正架的试验能力非常好 刘勇在第一回合的那个抱起的那球进攻非常的漂亮 雅科布托克塔虽然是把节奏打开了 打开了以后 刘勇一定要选择有重击的能力把他打回去 要不然一回合由于时间比较短 很难把阵脚再拉回去 陈后盒打破了游泳的抱架 直接破防了 在这场比赛中我们可以看到 捷克的裁判团队还是非常有分寸的 而且尺度把握的反弱 那这一点我们要点个赞 至少在这场比赛中 裁判还是非常不错 我们看 转身的后刀 这是踢到了 雅科布的转身边拳 没打到 就加一个扫踢 哇 这个动作我觉得非常漂亮 特别是从第二回合开始 雅科布的转身边拳 特别是从第二回合开始 雅科布的转身边拳 把这个转身边的动作打开了以后 相对刘勇的转身边拳 打得更放松 哇 一个高扫踢倒了 这个重击 刘勇所的摆拳 刘勇跳席 其实在这个重击之前 刘勇也能 感受到了对方对于腿法 特别是高位腿法的这个造诣 一定要小心 呼唤 抛着真大福 跳戏漂亮 刘勇这个跳戏做的非常的突然 哇 前后手雅科布科夫打 後來它開始下的高 veloc 4、2、9、5的… 更四多把球猶瓶 擺出他 就是再一次 這回是 banks 現在對於劉勇亞哥很難翻盤了 連續的包圍掃踢 大腿的高掃 然後走 亞哥科普達想要拿下劉勇 再一次掃踢 頂吸 剛才這個吸法也是打到了 劉勇被中擊之後 狀態不是非常地好 這場比賽 劉勇的這個 打擊曲線應該是瓶管 而亞哥不可打應該是一個往上飛 這樣一個出手 劉勇 劉勇 前手 劉勇 擺拳劉勇 不要背對對方 左右擺拳要打倒了嗎 劉勇 在進去的反擊 很堅強 一種身的頭髮掛到了 一個正燈 高掌膊科普達直接像砲膛裡的砲彈一樣衝過來 勾手 劉勇的體能調得非常嚴重 能躺下來 白拳上勾 平勾 又赌秒了 两次赌秒了 同回合三次赌秒就要终止比赛了 刘勇不知道还能不能打 还能打 非常棒 现在是在布拉格 刘勇展示的不仅仅是全手的精神 这场比赛 现在胜负已经非常明显了 但刘勇最后的时候还能坚持下来 我们也觉得非常的棒 替他点个赞 当然了 来自杰克的亚格布科夫塔的这位选手 我们看他一路的这种 把自己的进攻曲线一路的提升 一直到第三回合进入最高潮 非常棒的一位选手 这也是非常棒的一场比赛 我这场比赛 一点都不满意 我的风格 我的特点 我的技术 我的 我什么都没发挥出来 我觉得我什么都 没发挥出来 我觉得还是得 好好练 其实我不想找任何原因 就是败了就是败了 这次布拉格的比赛 是一场金腰带争夺战 我会全力以赴地拿下这场比赛 带走这条金腰带 我是政科 关注我的比赛 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杰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 WLF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I'm ready Bravo 接下来呢 是一场63.5公斤级的 XFN 金腰带的争夺战选手 来自明辉博击俱乐部 擂台上稳健的作风 令人印象深刻 今天应该说是 领来了他的职业生涯 最强挑战 金腰带争夺战 机会来了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 张克 参加了武林峰的第一场比赛 比赛结果来放声 这次布拉格的比赛是一场金腰带争夺战 这场比赛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 如果我拿到这条金腰带的话 这条金腰带即将是我人生 职业生涯中第一条金腰带 所以我会全力以赴地 拿下这场比赛 带走这条金腰带 我是郑柯 关注我的比赛 我是郑柯 关注我的比赛 我是郑柯 关注我的比赛 FAKO.RU AT costly KATCHER gins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蓝方选手是来自中国明辉搏击的郑柯 而红方是来自于XGYM的杨霍洛克 两个选手这场比赛是来争夺这条腰带的 两个人上来以后进行高扫 我们看到郑柯在身高和臂展上都比对方要有优势 郑柯有一米七五对方只有一米六七 前手一虚广的后扫腿 明辉俱乐部一直以来是在追求自己打击的重量 也就是他们打击的质量效果 他们最具代表性的选手是冯亮 后手都是散打戏的选手 在散打中把更多的打击质量打出来 也是他们半死俱乐部的宗旨之一 也是训练的目的 一扫提 杨霍洛克本场比赛已经15胜10负这样的战绩了 而郑柯作为小将只有两胜两负这样的一个战绩 92年的选手杨霍洛克是87年的选手 两个人非常有默契的都是反架 这场比赛我们就要看郑柯能不能把自己的距离把控好 如果能在距离上压制对手的话 在只有搏击的比赛里 再加上顶锡可以说是非常有威胁力的一个选手 杨霍洛克上来很有经验 并没有权力的发力 而是选择势态 现在是郑柯站在了这个擂台的中央区 而杨霍洛克拿他后手拳的反击 非常棒 又一个 郑柯要小心啊 杨霍洛克的这个后手拳的力量还是不错的 达斧 前次后达斧 顶锡这种点位的输出啊 郑柯一定要进行对攻 要不然这个点数会差距会很大 跳膝 后手拳 刚才这个跳膝明显的杨霍洛克的头 有往后仰的这个趋势 转动腿 后手打斧 第一扫两个打斧拳一个扫踢非常漂亮 准备 郑柯不要等啊 后手拳要被急 打破了自己的防御 前后手顶锡 我们看他慢慢的杨霍洛克开始加力了 加力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打击密度 也就是出拳出腿的速度 正科在刚开始还可以追得上对方 一旦杨霍洛克把自己的速度加起来以后 正科就有点防不住 我们看一下慢放 杨霍洛克打斧 两个打斧 第一扫 这个正科一定要有感觉 因为杨霍洛克打斧的最主要目的是 这个让正科把下面的对没错 把防御手掉下来以后就是这样的拳 好 进入第二回合 前后手前枣 高枣 他就提到了 应该更像一个短打的鞭腿 杨霍洛克左右摆拳 早贴 正科的后拳接后顶锡 前后手前后拳 扫杆 走 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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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来 杨霍洛克一旦发现正科有进攻的趋势 马上把自己的身体扣过去 或者躲 这样的话 正科我们看是一个稳扎稳打型的选手 他需要把脚步站稳了一会再出击 但是杨霍洛克的这个爆发相对来说 就更突然一些 高扫 哦 传说中国武术里的鸳鸯腿啊 扫踢接转身的后摆 哦 后手已经塞到了 两个选手的后手拳的命中力都很高 哦 这个踢到了 踹到了 下面是我们的导演徐广志 徐广志导演 哦 哦 踢 顶蝎 点目的顶蝎 好 哦 哦 刚才是正科想用一个散打的基础 一个阶队拽 但没有用 自己还是非常 激紧的 停止了这个动作 这是对于规则的解读非常的出色的选手 哦 杨洛克 哦 杨洛克两个摇臂锁开了 正科进攻又还了两拳 到目前为止 正科打的没有对方灵活啊 慢慢的有点追不上对方的度度 杨洛克基本上是选择了一个游击站的打法 每一下并不是特别重 但是 在这个每一下的连击速率上是非常的连续 你看 多次的连击 这会有点僵硬 明慧的选手在 训练的时候 他们会把各种的这个训练 会皈依到自己的这个动机的质量上去 已经是 讲究一击必杀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啊 是 右肩跳西加点西 然后洛克一个扫梯 水平头 然后角度的摆拳 这一盒洛克的比赛 在看飞行的精彩 因为两个选手的这个出拳的速率非常高 特别是杨洛洛克 上下的结合很流畅 而正科本人在反击的时候的质量 我们看这种身材他打出的拳的力量非常的好 因为然后把他打出的 就在那边 还是有点优秀 但是也对他打出的 但是也有点优秀 他说 他就没有打出的 他就没打出的 他就没打出的 我说 他就没打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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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币 他就没打出的 超级站 霍洛克的速率明显起来了 把郑柯全摆接顶膝 把自己的这个臂展 身高的优势用好 走贴 其实杨霍洛克我们看到 并不太敢震撼 郑柯的这个拳法 手臂挂在一起 在挂到之前 杨霍洛克还给了宋柯一拳 郑柯一拳 合同大把大佛 郑柯的动法 一定要稳灵活起来 头手又对对方点 杨霍洛克出腿的时候 会把上身微曲 郑柯有机会 冰西又对对方 妖逼躲开了 非常灵活的对手 前后手的扫踢 郑柯同样的动作 在打这种 郑柯舒适的打法的时候 明辉的选手不会吃亏 前后手打在手套的上 这个鸳鸯腿一定要有一些预看 漂亮 这个鸳鸯腿做得很好 杨霍洛克正灯 边坡的屏息 郑柯的打法的质量很好 这一回合 这场比赛是一场数量和质量的对攻 杨霍洛克的 这个打的密度比较高 而郑柯只要打到 我们看到他权的质量非常好 这个小将也是等了很久 就是等到了这么一个机会 小小权 郑柯不要等 往前走 你看在这场比赛中 郑柯的 虽然是一个很勉腆内向的选手 但是他在台上表现出来的是 他非常火热的 对于这条腰带的这个期待 投手两个人换拳 郑柯在换拳中从不往后退 我们看这个选手才92年的选手 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而且转自由国际的时间并不长 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 非常精彩 拳的密度和有效率 应该是比郑柯要强 郑柯在第三回合表现得很好 我们来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定结果 这场比赛 郑柯能不能在异国拿下这条腰带 还是本国选手 将这条腰带又留下了本土 让我们期待一下官方的判定结果 让我们期待一下 是 在这场比赛 街上做完美的 在一切的套餐 VACOPRO 成为奖励的奖励 Haly na王子 Jan Holex 大家好 我是李明月 这里是吴拉哥 接下来是我的居宅 大家尽请关注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杰克首都布拉格 WLF50波环球拳王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是一场56公斤局的女子超级战 蓝方选手今年20岁身高1.58 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 当今的战区 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李明月 都已经赖到114公斤 了 亚迦亚远把 名導演 Maškov! 好,观众朋友们,这里是武林峰环球拳王争霸赛走进结合共和国的首都布拉格的一场比赛 我们现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由来自于郑州顺远的李明蕊 面对来自Tiger Team的桑德拉,马萨科瓦 我们看到穿着黑色上衣,蓝色短裤,蓝色拳套的就是李明蕊 1米58的身高,1米58的臂展,98年的选手,11胜5负的战绩 而桑德拉,马萨科瓦是1988年的选手,1米61的身高 来自于Tiger Team,七胜一负的战绩是一位泰拳手 两个选手李明蕊是反驾 现场的观众为两位李拳手的比赛振振喝彩 你听到节奏的这种鼓励的鼓掌声 两个选手上来以后都比较冷静 李明蕊从刚才的几下动作上看,应该是速度有所提升 我们来期待一下他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前排阶后手全两个人换了一拳都打在了对方的手上 后手打扶,后手打扶,漂亮 后手就先说答扶,这是裁判没有说分开 这一次在杰克的比赛记忆比较深刻的就是这些裁判的专业素质非常的不错 既没有出现所谓我们之前看到的偏袒,也没有出现在于技术或者在于犯规上面的容忍度 基本上都是尺度很严谨的这样的采犯 李明蕊因为这个臂展比较低 比较短,他需要把自己的身体打扰,漂亮 别看这一下是李明蕊倒了 但是李明蕊倒之前的那种脚是有效进过 非常棒啊,速度很快 李明蕊的变化还是挺明显 小踢,后手前手漂亮 启动的速度很快 两个人在腿法上基本上命中力很低 但是李明蕊的拳法可是命中了几下 桑莎马萨克吧 因为是一个泰拳系的选手 他的启动没有李明蕊快 转身边拳打到,漂亮 这个动作真是神来之笔很棒的一次进攻 后手大斧,左右手摆拳 刚才的四拳进攻中有三拳是有效进攻 他没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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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桑莎马萨克吧是有优势的 在领响前的时间是桑莎马萨克吧击中了李明蕊两圈 很漂亮 李明蕊这一场比赛感觉是换了个人一样 我们看这个 在倒地的前还是把自己的腿塞进去了 转身的边拳这一拳正中对手 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回合 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武林风环球全方争霸赛走进结合共和国布拉格的比赛 我是评论员王燕博 现在为您带来的是第二回合的比赛 女子56公斤级的超级战 由篮放李明蕊面对洪放桑莎马萨克法 李明蕊用一个时间差做了自己的左手的进攻 也就是自己后手的直拳进攻 这个节奏感的敏感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们期待了挺长时间 然后李明蕊终于开始出现了特别明显的变化 因为选手的上升其实跟各种技能都是一样 他需要一个螺旋上升的时间 能够在平台期待一段时间 我觉得李明蕊在慢慢地突破这个平台期了 这种大面积的推法 在擂台上不太容易走向 又一个后手塞到了 因为前手塞到了 后手前手又塞到了 连续四拳又一次 这一轮的拳法进攻非常棒 桑莎马萨克法开始往后移动 但是他在拳法上没有李明蕊快 后手拳又塞到 后直前摆 左右手打斧 虽然这几下都没有 但前面的那两下是有的 后手拳又塞到扫踢 桑莎马萨克法刚才有一个左手摆拳击中了李明蕊 但是在两个人的有效打击数上 李明蕊现在应该是占据绝对优势的 李明蕊在面对桑莎进攻的瞬间就在进行反击了 李明蕊的拳法有点像拳击啊 这个侧身为后挂步在鞋前杀杀入的这个方法 对于这个桑莎这种选手非常有效 李明蕊在这场比赛中李明蕊的进步是非常的突出 他是以后手开了 把自己的身为压进去以后 我们看就是然后进行打斧 如果对方防御手下来就变成激透 右手全是打破了对方的报架 如果桑莎马萨克法一如既往的这种趋力防守 是很难长时间进行防御 桑莎马萨克法的体能已经被掉得很严重了 又被打开了报架 又一拳 第二回合依然是李明蕊的优势 而且非常的明晰 李明蕊把自己的这个身高和臂展的劣势 用自己的这种拳法的打法完全弥补 就连他的转身边拳也是在自己前进 步中进行发力 好 我们进入第三回合 现在桑莎马萨克法都不敢把手放下 因为李明蕊的拳法太具有威胁了 后手要塞进去 外跨一步 第一个摇臂很警醒 这个比赛一旦打顺了选手的这个能力也会发挥出更多 这个没打到 这个没打到 蹭开了 大福后续拳李明蕊的体囊 这个大福抠手 抠手顶膝 特别可以 应该继续坚持自己的这个以姬虎为开头啊 因为对方现在 注意力全部在自己的这个上半身的头部方向 其实去打虎的话 对方空门是比较明显的 最后摆拳都没打到 后手拳 扫踢 对方一个跳 吸 但是没有打到 马上变成了腿 米瑞达佛 走侧 两个人体重都掉的比较严重 米瑞拷手拳 桑德拉到目前为止没有什么太 有效的进攻 我们看扫踢也没有力量 拷手拳 当然在对手 的这个能力上 也会有所影响 但事实上李明瑞的确是突破了 自己最早指挥攻 或指挥手这样的一个单向的选手 变成了一个组合能力很强的选手 这个顶锡很危险 桑德拉马萨克巴还有一战之力 两个后手 桑德拉又跳锡 太拳手的体能一定要注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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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能够约翼 祝贺祝贺 小朋友赢了 不容易 对 因为我每一拳都发的是死的 你知道吧 所以特别僵 然后第三局 有点顶不住 还好 我看大屏幕上 最后还剩30秒 我顶吧 咬着牙 低着头都顶了 因为他最后一局 我一低头 他家有飞溪 你知道吧 对 他老上飞 对 想上飞溪 但是我都躲过去了 如果飞一下 我也是前功尽弃了 不容易 跨界没移 我现在站在布拉格 最古老的街道 我非常兴奋 接下来就是我的比赛了 请大家为我加油 这里是杰克首都布拉格 达车艾尔布 武力风 团球拳王中大赛的比赛现场 接下来 一场75公斤级的比赛 最身高1米81 来自明辉搏击俱乐部 掌声有请 李慧 与 suppose i或许즈 knees 他 restrict背着 Joshua 打算了 满达现场刿 设计三格 其专为打が很油 当时 优技碍 Dámy a pánové, přivítejte Anatoliju Tohliu Hunanijana! Dámy a pánové, přijášu! Dokumni záhn and moká introduce, 由來自中國明輝博吉的李輝, 面对于来自当地的选手 安纳托利·胡纳亚 是来自纳乌曼俱乐部的选手 李慧有181的身高和185的臂展 在东亚的选手里面 这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身体素质 而对方是183的身高 186的臂展 李慧是散打的选手 一如既往明辉的风格 硬朗扎实 重击能力出色 而安纳托利·胡纳亚 目前是34胜 八副这样一个战绩 也是一位老将 李慧目前只有两胜 两战两胜这样一个战绩 投手 第一扫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力量 不过相对于自由搏击来说 我们看他的散打风格还是比较浓重 安纳托利·胡纳亚 是落手的碎拳 正当踢空了 早踢 打斧打刀 你会一定要小心自己的这个连击之后的这个动作 这个裁判手停了以后选手是不可以直接去摆拳击打对方的 平高 顶锡 高位顶锡 李慧的打法比较明显 三打式的选手前后手的摆拳加上自己的腿法的重击 前摆拳力量的够大 第4号这个力量可以 后手拳前摆漂亮 所以说明显是这个舍身的转身后登的推法 后手拳 场上的教练 王蔚老师也是要求不要打单拳要出组合 我觉得在自由搏击的比赛里 点数还是非常重要 特别是高密度的拳法也会给自己带来更加安全的这个击打环境 其实狗狗白拳 在空隙中李慧处理一个摇臂后的拳法 后手拳 第一回合有点不温不火 双方还是以试探为主 都没有出大量的进攻 可以说出了很多的小的动作 这里吸塞的还是非常危险 好 进入第二回合 第一回合两个人基本上都没有发全力 重心前压都比较少 现在第二回合两个人是要打出一波局点的时候 一跳早 顶熙左右的摆拳 双手的孤颈是不被允许的裁判进行的警告 我们看在内围的缠暴的能力上 特别是出现孤颈之后 裁判警告了 双手孤颈 这个不可以做 但是从我的角度 克安纳特里胡纳亚似乎是先发动了这样的进攻 因为散打选手如果我们要想进攻的话 可能就抱腿了 后前前扫 好 距离感 我觉得最重要李辉还是距离感 要么冲得太近自己的拳法会 搞不出来要么就太远没有打进去 这次是 看来特里胡纳亚在移动中的这个打法还是很精准的 李辉的左手摆拳击中了对方 但第二个就打空了 这是距离打 这个动态的进攻 李辉可能还需要再努力 特里胡纳亚再慢慢把距离压进去 李辉很有前景啊 这是95年的选手 还很年轻 对方想孤警 李辉三圈把对方打开 后手 转身的后装这个踢到了 有效果 左手摆拳 击中 推开 目前来看两个人差距并不大 安达托尼胡纳亚可能有一点点这个 打点数上的优势但并不明显 我们看就是距离感 要不太远 一旦进去以后 李辉在前攻的这个拳法 一旦出现摆拳什么 就是像刚才这样 这前臂是对方的击打点 那就没有意义了 这场比赛更多的反而成了一个猜对方行动 然后预判这样的一场比赛 阿达托尼胡纳亚的 进攻技巧选择会相对李辉来说更多一些 我觉得李辉可能需要时间来适应 自由搏击的比赛 把他的散打技法 在自由搏击的这个规则下 在自由搏击的主义 再去优化一下 快 快 快 所有的摆拳 扫鞋 踢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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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踢腿